之前在这个报废键盘上面拆下来的线还没舍得扔 今天找了出来看这个线芯还不错 打算用它做个数据线 在网上搞来了这些配件 这些配件刚好做一根数据线 一个替换头 看他们用这种方法做弹簧线 但是我发现这根线没有弹性 怕是做不成 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打算就这样做了 我们先把线剪成自己想要的尺寸 然后把线芯拨出来 把线芯刮好锡 这个是支持苹果协议的快充头 五根线分别是充电正负机 数据正负机 还有一根是CC线 就是激活快充协议的 接线可以按照这张图来接 因为我一会要做快插吧 所以这里可以随便接 速插这里也可以随便接 注意不要有短处的地方就可以了 接好快插我们先简单固定 然后和刚才做的那根Type-C头的线相连 现在整根线只插一个苹果头 接苹果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要按照刚才那张图的接线方式 用万能表测试同段连接 接好还得测试一下 千万不要出错 这对头很贵啊 测试好没问题 我们先试一下能不能通电 开个玩笑啊 它是可以正常充电的 而且支持20瓦快充 测试好一切都没问题 我们用速杆机要把一切接线的位置都封存好 避免后面使用会有开焊的情况 这些用螺丝固定的地方 就是避免线材会在里边串动 增强耐用程度 这根线可以给手机充电 传数据 还可以快拆快装 切换中Type-C转Type-C 可以连接电脑和相机传数据 你们说这条线用好了 能不能把我送走 就直接变过��把我送破亚 然后这条线上 请怎么样